连着几波的低温寒流来袭 许多民众在天寒地冻时 就想大口吃着重口味 暖乎乎的火锅和汤头 不过卫福部机动医院 肾脏内科主任林吴选 就特别提醒肾脏不好 有肾脏疾病的民众 要注意忌口 特别是天气寒冷 就想大口吃重口味的火锅 小心造成肾脏过度负担 我还是希望说食材尽量是 比较天然 而且是食物那圆形的食材 所以说像包含那个蔬菜类的 其实那个都好 那尽量避免那些加工的食品 像那鱼角 那蛋角之类的 因为毕竟加工食品 它的一个添加物也多 它的一些普林汁含量那也很高 那汤的话尽量 如果是在家里煮的话 尽量不要放得太咸这样子 就是说在复杂的汤头的部分的话 当然也包含说 其实我们一般只要很单纯的一些 食物的高汤就可以了 那比较希望比较避免去喝一些那药膳的一个汤头 因为其实大概我们都可以清楚知道说 以药膳汤的药材的比例来讲的话 其实它大概比较多一点是吃那个药膳的气味 所以我还是比较希望说 我们大概用一些简单的一个高汤 来搭配简单的一个食材 林污璇主任指出 肾脏不好或是一般民众想要吃火锅 建议尽量吃天然食材 清淡汤头简单 避免用加工食品煮火锅 也尽量不要喝太复杂的汤头 用简单的高汤煮就好 食材酱料单纯沾一点点酱油体味 尽量不要沾沙茶酱 吃的时候我们尽量在酱料的一个选举上面 尽量也是简单为主 像我就比较建议说 如果可以尽量我们简单的沾酱油就可以了 那沙茶酱的话 其实它高油高盐也高磷 所以对肾脏不好 对心脏不好的人 它负担其实都很大 主任表示只要多注意 相信可以兼顾保护肾脏 又能够享受冬天吃锅暖暖的感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